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是10月7號,現在再拍第二段的影片 跟各位網友聊聊天 真是...FAR BEHIND,大落口 有很多網友的郵件我都未回答 逐點逐點來吧 上次答應了網友講這個 Credo Hume,Chesher,那些學校和學校的 我就是上那個網站 Compare School.gov.uk 就是政府網站來的 就是這個 大家在網站看到嗎?就是這個網站 OK,事不宜遲了,繼續 先說一些學校 我這次就聰明了 這次呢,因為它有個FILTER 有個FILTER 我就設定了兩個criteria 那就是... 如果我講Credo Hume 就是Credo Hume 半徑的一英里範圍 還有呢,只是選擇 1和2的Rating 1就是Outstanding 2就是Good 我就是選了這些 也都可以選擇Primary 現在我先做Primary 只有六間 O3Primary Good Link End Primary Good Credo Catholic Infant School Outstanding Credo Catholic Junior School Good 其實呢 我想講講的就是 其實這間和下面那間 Tredo Catholic 都是同一間學校 為什麼它分成Infant和Junior 其實就是這樣分成的 一年級至三年級 就叫做Infant 而Junior 就是四年級至六年級 就叫做Junior OK 其實就是一間學校 其實就是一間學校 Bragshaw Hall Primary School Good Inscape How School 就是Good 六間 大家可以上網自己看看 跟著呢 我就是講 Bramhaw Bramhaw 亦都在Stockport 那個大埠附近 Bramhaw 和Credo Hume 其實基本上 是隔很近的 大家都是鄰居來的 都是隔兩米路 那我又是選了 他的 直徑 直徑的 半徑的一米路 這裏有一間叫做Parno Green Primary School 就 Outstanding 就在Bramhaw 0.39米 Quinscape 亦都是 Outstanding Moss Hay Good Bardy School Outstanding Hurst Head Infant School Outstanding Ladybrook Primary School Outstanding Hurst Head Junior School Good 他有七間 大家可以看到 Bramhaw 和Credo Hume 那地方比 我會比較 Bramhaw 樓價來說 Bramhaw 都會較為貴一點 但不會太大分別 貴一點 Bramhaw 比較小 但是 Credo Hume 那地方比較大 OK 大家都很近 隔一米路 一米多路 基本上 可以把兩個地方 合為一體 基本上 差不多 OK 因為剛才我提到 Credo Hume 和Bramhaw 基本上 是同一個地方 所以 Secondary School 我 就找 三米 半徑三米 的 高校 因為高校 不是那麼多 所以我就找 Bramhaw 和Credo Hume 附近的高校 就算了 第一間 就是Credo Hume 高校 其實它是在Credo 有中學和漁科讀 非常之好 是 超級的 來Credo 是一米路以內 接著這間叫做 Saint James Catholic High School 很棒 一米多路 Royal School Manchester 就在Stockport那邊 也是 超級的 兩米路 Ponten 就是兩米四 是Secondary 還有有Sixth Form 都是Good 但是Ponten 就已經 差不多 離開Credo 或者Bramhaw 兩米三米 已經差不多 去到Mucklesville 那邊 這裡也是Ponten Stockport School 就在Stockport那邊 Inskate House School 2.5米 又在Stockport那邊 Stockport Academy 都差不多三米 大家可以看看 剛才我說的Bramhaw 在這裡 Credo Hume 基本上這兩個地方 是非常之近的 Credo就在這邊 Credo 就沒有Credo Hume 那麼好 因為它已經 差不多近了 Wiffenshaw Wiffenshaw 是一個很大的公共屋 亦都近了 Airport 所以這裡 居住環境 就沒有Bramhaw 和Credo Hume 那麼好 亦都近Stockport 這裡就是Stockport 這兩個地方 就是Bramhaw 其實他們應該是近著 Wiffenshaw 即近著大曼城區的南邊 這裡是Handforth Ponten 剛才我說的那間學校 Ponten的學校 就是這裡 而Winslow就是這裡 而Winslow就是這裡 Winslow就是這裡 而Winslow就是這裡 在大曼城區的南邊 那就是近著柴棍的了 那麼兩個地方 一向來說 都是屬於中上的住宅區 屋價呢 都是偏 偏 偏上的 比這個萬成 的Average Price 是高大約是十幾二十個百分比 也都比Stockport貴 因為 他們兩個浮呢 都是自供自給的 你們日常的用品 都可以買到 的了 那麼就業機會呢 我就會覺得 因為他靠近Stockport 所以都 就業方面呢 即港人移民 BNO護照的人 都應該找到工做的 那麼 也都他近機場的 如果說做Courier 或者在機場做地勤 都可能 比較找工作的機會 都會大的 那麼這個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那麼正如我說 一路 呃 離開萬成市中心 的市郊 的地方呢 都會是偏貴的 因為他不是近省 近省呢 就不是那麼多 因為那個居住環境沒有市郊那麼好的 所以那些地方是偏貴一點的 那麼 稍後呢 我就會利用我一些時間呢 就去拍一拍一個 一個 road tour 就是 Brown河和Cheadle的 那麼 那 之後這個影片呢 就會再有一個影片 給大家 了解一下 當地的 那個 Brown河和Cheadle Him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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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情形是怎樣的 今天講到這麼多 OK 拜拜